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校午好 我的名字是Nikolas 我今年十六岁 现在读中学三年底 我从一年前开始学习汉语 这一段时间由于各个学校开始开说汉语后 中国文化再次立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我们的学校也开出了汉语后 鼓励中国年轻人去学习汉语 从同年开始 我就对语言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由于全国原地促使我学习汉语 在我看来 学习汉语开阔了我的世界完 基于我更多的机会 同时 也让我要揭露了另一种文化 另外 我认为学习出门语言 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 因为 在我看来 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浪费自己的精力 因此 当开始学习汉语课的时候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一个不应错过的体会 虽然 提出的学习似乎有点困难 但是 我不听力 并且不断尝试 做一段时间 由于各个学校 开始开出汉语课 经过一年的学习 我彻底到我的汉语学习菜之类提高 这些进入激励课 我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认识的 最大目标是旅游 和认识更多的朋友 所以 有必要学习各种留言 尤其是汉语 这有时 为什么每次 我学汉语的时候 都让我很高兴 因为 我正在打开 以身上打门 我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说了这么多 我身上是人 韩语一大大人生 跟我的生活 在一个合适的时音 韩语一定会 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 非常感谢六位 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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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击澀 把酒為晴天 不知天上落水 因誰是何變 我與生活畏懼 為公俗容悠悠 我與生活畏懼 為公俗容悠悠 為公俗容悠悠 我與生活畏懼 為公俗容悠悠 我與生活畏懸 為公俗容悠 為公俗容悠悠悠 為公俗容悠悠 四十五難穿 但一萬人相求 千金狗長過 十八九九九二十一 十八九九二十五難穿 十八九九一二十一 好十九五難穿 道苦無聲喊 其無能情依 各自在之間 谢谢大家